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,请订阅频道,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问谭松宇最想合作的男演员是谁,他不好意思地说了, 网友,没想到。 谭松宇是一位非常优秀又很敬业的演员,也是一位好的明星, 他身上充满正能量,虽然他遭遇了一些不幸的事情, 但是还好他很快地振作起来,继续努力生活,继续在娱乐圈中奋斗, 这样的谭松宇真的令人佩服和羡慕。 谭松宇最近接受一个采访也是成功吸引了关注, 那就是问谭松宇最想合作的男演员是谁, 还以为谭松宇会说出一些小鲜肉的名字, 但是谭松宇想了想也是,过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, 倒没有很快地说出一个名字,只是笑了一下。 看起来非常不好意思,不过真要仔细想想这个问题的话, 谭松宇这说暂时还没有非常想要合作的男演员, 现在的谭松宇也没有公布恋情,一直还是单身, 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事业吧, 谭松宇一直都在娱乐圈里面刻苦演戏。 但是一定要说的话, 谭松宇想到了一个人, 但是没有直言说出来他的名字, 只是说不知道该演他女儿还是妹妹, 那么看来一定是比谭松宇大很多的人了, 可能还是哪位老戏骨, 这个真没想到,原来谭松宇喜欢的都是些成熟的男星。 不过真的很好奇谭松宇想要合作的这位演员是谁呀, 你认为会是谁呢? 评论区留言和小编一同讨论吧。 欢迎大家前来评论区留言, 也别忘了给小编一个点赞加关注哦, 谢谢大家啦。 感谢收看频道, 更多娱乐资讯请订阅频道。